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秘书长好不好 谢谢 你们在欢喜不是秘书长 等一下要回去了 对不对 会说用心 你们都不说是台湾对不对 对 对啦 三天两月不离苦对不对 对 对啦 但是 稍等两天我还要再一天会哭泣 所以 高兴不要高兴的太早 哭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呢 你们的头前那几季 好像没有一个人落地 每一个都有通过 我希望你们不要破纪录 你们这两天 咱们蜜蜜有酒好吗 有 没酒好会去手 绝对没人落 有打瞌睡吗 有打瞌睡请举手 也没人落 打瞌睡 打瞌睡 你们 我应该请班长 你若有自己承认的 扣五分就好了 我问一次 有打瞌睡的请举手 有狗狗呢 你狗狗 有做笔记的请举手 有做笔记的请举手 因为外面有很多人在 外面你说我们的拍位 你们都没听到 哦 插个草去班国去班 就要做冬 才有那么简单 老板你们在外面听我跟他们说 不好意思喔 第一次看看 瞌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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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天没冷气 这冷气是最近才正的 以前的第一期到第二期 真的坦白说没冷气 没冷气喔 好 大家冬吞吞吞吞吞 帖也一直看 那真的是偉大 我是说 他们的经验 我说给你 你给他们说 那是你 所以 我们现在都有冷气 很舒服 我 这个口要给我们各位说得很清楚 你要当一个领导人 一定要有特质 我们要做这个台湾政府 台湾民政府的老百姓的领导者 我们本身一定要有特质 一定要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我最后的第一接口 就给各位说过 我们 第一 自己要很谦卑 我说要有慈悲心 不要说 没做官就开始 平衡都堵堵 很得意 不要这样子 我们越 后面做的官员 如果越高 表示你的职业 越重 越多 你的头 越低越好 对的人 要跟他们打招呼 这方面 我是觉得 我们所有的动心 动心 已经渐渐渐渐 都没有做到 我们台湾民政府 我们有推崇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要 脱亚入欧 什么叫脱亚 就是说 离开亚洲 离开中国 进入 比较开明开化的国家 的欧洲 所以 在这方面 我们 要脱亚入欧 第一点 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从现在开始 你还记得 我告诉你 这个 这个重点 可以说 go touch 各副各的 什么叫go touch 不管什么程度 什么事情发生 你跟朋友处理 不要说他搶你搶 这是很不好的习惯 这是表示 你没有尊重你自己 我说一个礼 给各位听 这几年来 美国的 中央情报局 美国的 国防部 有关单位 都会跟我见面 每一次 跟我记敏 都是两个医生 但是 虽然两个人 跟我记敏 不管我去喝咖啤 我去饭店 吃饭 都go touch 各副各的 各副各的 我要去唱他 绝对不会负唱 所以我要求 我们所有的行业 从走你开始 真的要开始练习 go touch 各副各的 刚开始你不习惯 人会觉得 你没人情 请人吃一重饭 也没什么 这几十块 只要几百块而已 但是 这个习惯 如果我们能够在 台湾民政府 要拜台湾社会 普遍的把它推行下去 这样的时候 台湾的整个的习性 会完全改变 所以这点 我希望说 我们来在收粉 因为你回去 一定的 人会跟你问 你是在做什么 东西 当然 这三天里面 我有看 台湾的时间 都坐在位置 在设习 这很好 因为我知道 你回家也不去设习 黎姨 太太说一下 黎姨 先生说一下 黎姨子说一下 你不去认真 你真正念到书 是在这里的 这一段时间 你有去设习 也要坦白说 有很多人 在家里 独树的环境 没说很好 独树的环境 都说你做生理 生理的地方 很差 你要设习 你不可能设习 你觉得好 好的头脑 也没办 独树说你是天才 看了以后 马上就记住 那不然 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有一个书桌 让你慢慢在那里坐 无忧无虑 要看书 安安静的看书 这种的机会会不多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虽然是三十分经 爹爹是三十分经 但是我也要跟我们 各位说 我们从现在开始 都是台湾民政府的政府官员 下个礼拜开始 各州的州长 他会发 你的 隔员的资格证书 这隔员资格证书上面都有缸印 你要听清楚 如果你自己丢掉 不普发 被偷了 你倒霉 我给你建议 你自己保管好 你如果議員的证书 那个议员证书也是一样 不普发 因为台湾民政府 后来的工作很多 我没想到 常常在那里 说你来申请什么 风云 东西 又补发 身份证丢掉 现在是有补发 后来有副政事务所 当然他会给你补发 但是后来台湾民政府 越来越无用 越来越 越来越 越来越多 我就没办法 也没那个应该 说带我们大家 你什么证书 胖剑 再给你报 没办法报 所以 我要跟我们各位说 你中午你如果拿到 你只好好的保管 放在 比较胖剑的所在 不用去保险 也没人会给你报 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 再来 有个事情 因为没有很多机会 和你们直接面对面跟你说 新闻情就不用说了 听他说我们里面 还有没有新闻情 你如果没有身份证 我们那个证书 就不会发给你 因为你不是台湾人 有申请的我们都会发 有申请的圣公已经有了 应该是不可能 我跟各位说一次 你的身份证的申请书 如果到达中央办公厅 以如果是今天开始算的话 两个礼拜一定印好 但是 你们国洲 送到中央办公厅 这个时间 不知道要努力我不知道 你们可以去追 去追 去追 你们的州长 或者是你们的承办人员 郡守 我跟你说 你们现在去追 郡守更快 因为郡守跟你很近 郡守 差不多平均 三礼拜 四礼拜 都有一次要在这里开花 你常常都看得到 而且现在 身份证的申请 直接郡守 有资格送件 那不很简单 所以你如果说日月到现在 坦白讲是不可能 我认为是不可能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查清楚 如果真的查不出来 你打一个报告书 寄给中央 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 会帮你处理 到底是什么事情 所以呢 我们在办事情 没有任何怀疑 也不用去跟他质疑 时间到一定会发给你 后来呢 我们有四千对他车牌 因为四千的人 第一千的车牌 第一次发行车牌 是12年 执政以后12年免交一切费用 后边三千的车牌 是十年免交一切费用 而且这个十年 是已经下放到郡守 可以去承办 我看 我给各位建议 你如果有车 你真的是可以 有这个车牌 这个车牌 这两天都一直在讨论 跟今天为止 你如果照美国的规定 两个车牌是红的 红牌跟白牌做那些 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不会找你麻烦 这个已经双方已经讲得清清楚楚 但是就偏偏有些人的阶劳 就要跟人家夹红牌 跟人家夹红牌 跟人家挑衅 你如果当警察比较好的 他不应该看见到 他面外在旁边去 你如果当菜家夸 你挑衅 他就要找你的麻烦 最多他跟你说一句话 不然你白白 夹红牌红牌 红牌红牌就好了 你听到没有 我们的规定是红的在上面 白的在下面 现在有的 包括高速公会的警察都会这样 你们是不是可以回去跟秘书长讲 他也知道我秘书长 说把那个白牌 挂上面 红牌挂下面 我说 我跟我们的同心说 你如果阿伯还对着 叫他亲自打电话 给我来讲 我才会教育他 其实 中华民说 確实 准备撤离台湾 这是千真万确 我们现在差700个左右 我不晓得 我们在今年的11月 二十九号还是二十六那些 三级 我都把它抖起来 如果 我们在这两三个月之内 能够达到 最后的那个700人的 那个大关呢 我认为 我们可以把它阻挡下来 你怎么减减啊 但是如果 我们那个700人 没有办法达成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 就挡不下来 如果挡不下来怎么办 我们继续努力 一直到我们 这个最后的这个400人 可是现在呢 我在考虑 如果只有刚刚好四千人 到时候呢 不然 如果我们来 里面有那个要别 还跟你说 我们没有 还要缺 三千九百九十九人 要缺一个 这样也不行 所以我在想 考虑 把它 培训人员 培训到四千四百人 加个一层 这样没人更稳 你说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国洲 会在 隔园 我们开始安排职务 当你的职务安排以后 两个礼拜之内 你如果感到说 嗯 我现在拍这个 我不会送的 我想要换什么东西 可以吗 可以 你可以跟州长讲 州长讲不通 你就写一个申请书 跟中央讲 那我们再来开协调会 我们现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所有的内阁 不管是中央的内阁 或者是州的内阁 我们都是用委员字 可不可以说 这个 可不可以用书饭 不说书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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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海关 海关 海关是用委员字 什么什么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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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 你都别别委员 什么人后面要做头 哪一个人会服务其他的同僚 什么人会比其他的同僚 做更多事情的人 他就会扑出来 他就扑出来做什么 做领导者 所以你怎么知道 你们 大家现在都别别同样 都是委员 但是什么人后面会做局长 部长这种头 就是要看你自己的表现 有人很热心 我经常跟你说 我说八点 你要有说服力 你不只说服你自己 说服你的家人 还要说服你的朋友 说很简单 可是不一样 不容易 台湾人有很多个性要改 他刚才说的go touch 各副各的 这是第一点要改 你这些个副各就好了 我跟你说英文 小子又说一文 你们就贴了 你这些汉衣个副各 你不一定做得到 来我问你 你觉得你做得到的牙手 你觉得你做得到的牙手 你做得到 你做得到 各副各的你做得到 你做得到 你做得到 你做不得到的牙手 你这些做不得都要更加监督 你做得到的 你做得到的 你跟人家吃饭以前 要喝咖啡以前 今天各副各的 说两次都会到教练艺术 你没台没钱 不要去这样 占人家便宜 要选择 我跟你说 你今天吃人家一次 明天再吃第二次 你做也要請人一次 那不是 你如果不請人 人家便宜的跟你说 跟你要求 你是不是要他答应 各位 所以我要求我们各位 你要做台湾民政委政府官员 先做得到 这一点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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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副各的 我 去国洲 我现在都同样 跟国洲这样说 各副各的 我如果有能力 在那些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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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吃得比较好 那些多钱 我就吃得比较 那不是 我们每一个人要 衡量自己的能力 然后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一点 在今天上课 特別跟我们国外说 可能 我们现在现出是 已经都经过五官了 为初级班 高级班 法理点招 职务点招 和职权训练 这五种 我们都有经过 所以我们说起来 不是说 我来初级班 我来初级班 我就要做官 这个月后拜在外面 好 有两个人跟你问的时候 你千万都不能再这样讲 你也不能去 自己的职位 人家说 你要去上课 我给你介绍 去初级班 高级班 要做什么 要做官 你不能再说这个月 我给你拜托 真的 让这位海事 我没骗 海事你自己的 也海事把人 那真的想要做官 请你去 要为台湾做官 你去 对嘛 那是健康 那不是 你真的是要为 为台湾的百姓服务 要为这块土地 来努力来做事 其实 其实 你们在上课 我常常给你们按照观察 尤其那些 那些 饮料 自动投币 他没跟你说 我们上面都有监视器 到现在为止 他没说 刚刚开始的时候 钱都会减 到现在都没减 没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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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落一百块 但是拿三冠 九十块而已 十块他也没得好招 因为手也没得好招 所以一百块落下去 现在钱太多 这很好 我觉得很好的现象 就是说 基本上 我们的成员都成熟 你如果在想 现在有枕头套 棉被 皮肚子有 刚刚开始的时候 有个东西 哇 新的 我不要用 我早上去找 来用 刚开始有人这样 但现在楼花来 就没了 因为每一次我们用过 我們有些人都麻煩送食 洗好 又有家好洗好洗來交給你 很乾淨啊 對不對 他剛才有個動心很好跟我說 老人有在修耶 當然在修沒有在修 基本上那不是爛 但是這是有些人我會給他歡迎 他有一些紙他會把它修掉 當然啦 塑膠不可以修 這點他也已經有知道了 我相信慢慢慢慢 這方面的環保的問題 我們都要去注意 我這個地方要說一個故事 讓我們所有的動心聽 有一次有一個理應車帶一團去中國 去中國遊覽嘛 遊覽的時候在餐廳 喔 歡喜嘛 叫很多菜 這個不要吃過 德國煮吃不要吃 德國什麼吃不要吃 叫整個桌上 當然也吃不完 吃不完呢 你才理行 你吃不完要包在哪裡 也沒辦法包嘛 所以說買單 買單 買單 買單之後 這些台灣人 皮膚寬寬的就要回來了 剛才爬起來 怕不夠問的時候 跟餐廳的老闆說 請你們等一下 你這些東西沒有吃 罰款多少錢 罰款呢 那這台灣人說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剛才有付錢呢 那什麼罰款 你浪費資源的這個款項你要付 他說 你叫的這些東西是你出的錢 沒有錯 我們都同意 你叫之後 你拼不吃完 你浪費資源 這個資源是屬於這個地球上面的東西 所以 我們的國家規定 我要罰你的款項 聽到這件事情 在這國語 你要去想想看喔 我還要說 三個事情給你聽 你知道嗎 中國人 會好的人 跟美國好的人的家庭 由於 我現在說的這個事情 你就聽到 美國的這個好家人的家庭 的孩子 跟他們老爸說 喔 爸爸爸爸 我們家好有錢耶 他們爸爸跟他說 對 我們家很有錢 但是 是我有錢 你沒有錢 你跟我不是合夥人 你要錢請你自己去打工 中國的這個家庭 的孩子跟他們老爸說 爸爸爸爸 我們家很有錢耶 中國的這個老爸跟他說 對 我們家很有錢 將來這些錢通通都是你的 不過這不是公告書耶 這是實際上的事情喔 這個事情 要說給你聽 希望 在你的頭部裡面 一定要 得到一些東西 又說 一樣的事情 又說 現在常常在流行交換學生 有一個台灣的家庭 的孩子 和美國家庭的孩子 兩個交換 台灣的這個孩子 他要去美國的時候 他做老爸很好 他打電話 他美國有朋友 叫做瑪莉 Mary Mary 我這個孩子 這個暑假 想送到你那裡去 請你幫我教育好不好 Mary說 教育我不敢當啦 我也覺得我也沒有辦法 但我們台灣這個家庭 不是說這是客氣味嗎 所以時間一個夠 這個孩子 飛到美國 這個瑪莉 去基調他接著 接著的時候這個孩子 真有禮貌喔 他說 Mary阿姨 Mary阿姨 謝謝你 這麼辛苦 去基堂接我 這個Mary跟他說一位 他說 等一下 我不是你的阿姨 請你叫我瑪莉就好 你跟我之間只是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我來 讓你來住在我家 所以他說 來你來看 我才有冰箱 你每天早上 我沒有辦法叫你起床 因為 我要上班 你自己要去床 起床以後 請你將你的麵皮要起床好 你如果肚子養 你打開冰箱 你要吃什麼 你就拿車去吃 但是吃完 我半天自己要洗 你如果要出你出頭 來 我這裡有一間地圖 這裡的風景名勝區都在這裡 要去一個所在 坐幾號的肉食 這裡都有 你知道嗎 台灣的小孩說 好 他知道 這個瑪莉就沒有差別了 一直到最後 這個小孩回到台灣 這個老闆卡點 給美國這個瑪莉 喔瑪莉 你的教育方法是怎麼啦 這麼好 我的孩子回家了 非常守規矩 普通在那時候 就要把他三車四車 才上去 現在自己會起床 自己製麵皮 吃東西自己洗碗 你是怎麼搞的 這瑪莉告訴我 我什麼都沒有教他 我只是告訴他 我美國 我們這個家庭的生活規矩 是什麼 你們聽到這個事情 你們會想到你家裡 如果是你家裡的孩子 還是你的孫子 你可能會有所感觸 我說台灣這個家庭 這個美國這邊 孩子有來台灣 來試圖 不是試圖啦 如果是一樣 書到旗艦嘛 來旅遊 來遊學 來的時候 這個台灣 老闆開車 去機場 把這個孩子接回來 接回來 接回來的時候 他發現說 嗯 這個孩子的貨車 非常久 他翻看 喔 裡面 第2、30的孩子 他問說 欸總 這本貨車跟你的 怎麼這麼久 他跟他說 我們住在美國 我的老闆 因為我 修學畢業的時候 就開始讓我 去各個國家 去參觀 去旅遊 他跟他說 請問你 你來台灣 你有歷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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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歷史嗎 有歷史嗎 要去哪裡嗎 他說有 你的台灣你是要去哪裡 他說 我要去花蓮 我去台北 我要去台南 也要去高雄 他說這四個地方 這台灣的老闆 他問說 為什麼 他說 台南 是算一個古都 台灣是由台南 開始發展起來 高雄 是這個三港 這個地方 商船來往很多 是一個現代化的都市 台北 是商業非常繁榮的一個土地 華蓮 華蓮是非常美的一個地方 這個事情 跟我們台灣人說 台灣人要去哪裡 去做醫情 很少有人 會去跟他研究說 你去醫院 你要去哪裡 你要做什麼 你看到什麼東西 這個一樣的事情 我們這製造國威 你要做政府官員 你要多看書 你也要知道 你有一天 當了哪一個職務 你要來 做比白人更好 比中華美國 做得更好 所以一直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這個台灣人 帶這個美國小孩 去牙齊 去生 介紹說 台灣有這個 這個水果是什麼 喔 剛才生到 有一間 魚翅雞 他就趕快做足 一碗魚翅雞 給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 魚翅雞拿來放 不要去 不要去 不去吃它 這台灣人說 喔 你可能不知道 這很好吃 你看這幾雞 很難得 他問說 啊這是不是 鯊魚的 那個雞 他說是 他說這個我不吃 這很好吃 也很貴 他說 我在世界各國 看到很多小孩 他告訴我們 鯊魚是保護的動物 不要吃 吃一碗而已 沒關係 他不要吃 從頭到尾 不吃就不吃 這就是跟我們說 保護動物 還是 我們台灣 國家裡面 把你規定說 什麼東西不能做 你就不能做 不可以說 我有錢 我就 我就要這樣 你有錢 不知道你要這麼受分 我都在觀察 有的人 我有錢 我有九錢 所以我冷氣 要開幾天 我電風 要開幾天 可以嗎 當然可以 那你的錢 但是 那一步想 這是社會 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主員 你沒有權利 這樣子浪費他 所以 在我們 要不靠近前 我簡單 說這三個故事 讓你去思考 因為我們要做政府官員 語重心長 後來要跟別人集合 來講這些事情 有一點難度 因為我們很多人 四千人 要找四千人來做那些 可能有 九月二十 在高雄的 這個風山的鐵漆館 那裡的演講 是怕什麼 第五千的人 但是那時候 美國人在那裡 我也不會說什麼 當然在那時候 要表現的是 我們 最好的一面 給美國人看 我剛才跟公關公司 你說 這次來 宣傳活動 想讓美國人 給公關公司 負擔 讓他們去做 因為我們這次 是不能失敗 你有贊成嗎 有 現在是 兩點 我想說 給你看看 看一十分鐘以後 開始 客氣 你客氣 剛好 你就去交圈 可以開始回家 我們台中的辦公室 已經成立了 台中 在台中的 雙石路 相識路一段 六個 有四個店面的看 八月一號 八月一號 砍棒會開 所以我們所有的 動心都可以來台中 給台中的動心 看一看 大家鼓勵 鼓勵 多小各位 謝謝 兩點二十分 開始考試 開始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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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